但初步看,也要留意明天的數據情況 假設數據出來的結果做得比較頑皮 不排除港股方面,有機會再考驗下方 保利加通道底,大概是18,800點支持位置的水平 所以有機會會試這些位置 但短期內,如果初步出來的數據不差 也有機會上去19,400點的水平 另外,跟大家看看藍籌股的收視表現 藍籌來說,匯控跌1元收補67.1元 中移動跌超過2%,收補84.75元 中行跌6仙,公行跌1元 建行方面跌超過3%,收補4.75元 港交所跌2.6元,新地跌7.5元 長實跌2.1元,跌超過2元 中銀香港跌3.5元,國首跌6.5元 中海又跌4.6元,中石化升1.5元,升超過2元 中旅落跌1.1元,中國海外跌2元 騰訊跌6.8元,收補2.4元 浪人方面都拖低大市下跌 浪人股來說,建行做得比較淡 收補4.75元,會否繼續拖低大市的這幾隻股份 基本上,浪人股的走勢仍然做得比較偏弱 因為某程度上,大家仍然都比較關注 可能也是在內地方面 可能出現一些懷掌的風險 因為基本上,浪人股之前的時間 也都面對著一個非對稱減息之下 令到正式差不斷收窄的情況 因為本身,浪人股也是在利息收方面 都是比較大,比較主要 所以一旦正式差收窄的話 其實對盈利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再加上,這次也有這些事件 令大家對於浪人股方面 似乎的戒心是越來越大 所以為何會? 自從私立股務員之後 浪人股的走勢都越來越做得比較差 甚至乎都有一個比較大的股額 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在短期的時間 除非內地方面可能會吹了更多 一些貨幣方面的政策 開始不斷放鬆 否則似乎那個股額未快消除 所以短期內似乎健康 仍然有機會會再下市低位 對,交換方面 跌幅最大的藍籌股跌了接近4% 另外排第二 聯通方面跌了3.7% 亦排第二位 看看今天股價收市表現 最後見到聯通收市跌3.8元 收到9.72元 中移動跌1.95元 中電訊跌1.01元 三大電訊股都要跌 聯通方面跌幅第二大的藍籌股 大家都知道 都是因為減價戰相關 又推出一些新的優惠 似乎那個價格方面 令到投資者 又或者大家都有少少的驚喜 事實上可以這樣說 你說公司今次的部署 似乎有點移 你說是一個宣傳策略居多 因為本身你說 對公司的實質幫助有多大 似乎真的見不到 反而你說今次出現這些部署 令大家反而擔心網絡的情況 能否符合得到 但當然你說這些政策 剛才提到 似乎都是一些宣傳居多 似乎對實質性的狀況 真的不是那麼大 所以令到市場方面 都有點擔心公司 如果你是假設 之後出來的業績 是做得不理想的話 都可能令到股價有機會 再次發一些低位 至於聯通理解 其實之前的時間 大家都比較關注 仍然都是三主科命發展的前景 所以你說在市場的時間 公司出來宣布一些業績的好壞 商量會對股價有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現階段來計 似乎大概前低位 9.47這個位置 是有比較大的支持 但後市會不會說 我自己覺得 你說始終聯通的表現 都真的做得比較不樂觀 所以後市來計 我覺得仍然有機會 考驗這位的支持 另外兩隻內地食品飲品股 藍籌股來說 都要跌超過3% 看看相關股份收市表現 中糧油方面跌9仙 康師傅跌6.8 收報19.52 中國食品升1.5 羽潤食品跌1仙 大城食品跌1仙 萌牛方面升2仙 會員果汁升1仙 中國往跌超過3% 收報9.49 天日果葉跌4仙 合生源跌4.8 看到康師傅和旺旺 大家都說CPI大下跌 對它的毛利率來說是有利的 但似乎近來股價表現 真是強差人意 事實上也是 因為本身 例如康師傅或旺旺 本身估值比較高 現價PG都超過30多倍 所以如果假設他們未來增長的情況 有機會是未如大家預期的話 其實估值上 其實有機會是有些調整的 事實上你看到 本身康師傅在內地的食品市場上面 包括一些出食麵 以及在飲品市場上面 其實都面對著統一的威脅 因為看到統一方面 都不斷在市場上面 都在搶佔 即是攻佔著康師傅的市佔 所以就變相來計 大家對康師傅和旺旺的情況 都看得比較不太理想 所以你會看到兩者的股價 似乎是近日的時間 雖然內地的CPI的數據 出來顯示 通脹的壓力暫時慢慢舒緩 但似乎都未見到 未對兩者的股價有比較大的幫助 反而你看到統一的股價 就真的叫做折折 就是之前的兩者 所以後市似乎 就是康師傅 因為仍然都面對著 統一的挑戰 所以前景上 似乎形勢上 都做得真的不太樂觀 反而如果要考慮的話 可以考慮回到統一 但似乎統一的股價 都因為現在的股值都比較高 所以我都建議 暫時都先觀望 好 另外和你看本地地產股 新地方面 以低過市場的下限 頭得不覺穿鼻皮 看看今天的收視表現 見到幾隻來說都要跌 長實跌2.15元 恆地跌6元 新地跌7.15元 新世界跌2元 順治方面跌4元 明天方面 許氏仁的單案 就會開審 會否見到 新地方面 雖然以低下限市價 投得北角村地皮 你又怎樣看 基本上 因為這次的速價 都比較保守 所以身地方面 都比較低的價錢 拿到這一塊地 事實上這次拿到這塊地之後 大家都對於公司 因為之前都比較多一些 負面的消息 似乎大家都會對於今次 公司投入這塊地 都變相對於公司 運作上似乎都是 運作正常的 這方面對於公司 是比較正面的幫助 但始終大家也會比較觀望 這次這件案件的發展是怎樣 所以對於它的股價方面 似乎 即將來的時間 起分大約九百元 到這位 應該阻力都比較大 所以後次來才分 這個就是一個短期目標的位置 好 麻煩你 要問Stanley 剛才講過股份 有沒有變成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你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樣時間 會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